台湾疫苗荒 美国雪中送炭 不只捐赠疫苗 还从75万剂 加码到三倍250万剂 直到飞机起飞 这一刻AIT才透过脸书宣布 蔡总统与驻美代表处 其声道谢在野党 也纷纷发文 国民党主席江锦成 前主席朱立伦 第一时间感谢美方 伸出援手 见证台美情仪 但美日送晚 国人感动的同时 也想问我们花大钱 买的疫苗哪里去 接收到赠送的疫苗 反而比我们自己买的还要多 这当中是不是真的有 行政不利的地方 卫福部账面上 已经动用了五十几亿 那我们的疫苗在哪里呢 再算到周日上为止 台湾到货疫苗就111万剂 远远不及每日单一国家捐赠数目 若再加上民间自救 鸿海与台积电 争取的一千万剂疫苗 透过捐赠管道取得的疫苗 就超过一千三百万 只打一剂的情况下 已经涵盖16%的国人 相较于美国政府持援 网友耿酸根本是 台湾政府对造组 执政党费到新高点 原来掏钱部署都是靠人施舍 台湾不是没有钱 你要多少钱我们都给你 有个饭桶 是不是买不到靠人家施舍 靠人家捐 台湾现在沦为乞丐国家 指挥官太有问题了 真的是降帅无能 累死三军害死百姓 感谢友邦的支持 但是自立自强也是很重要的 既然已经编列了预算 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我国采购的疫苗一直到位 每日捐赠疫苗 执政党熬夜大内宣 是否也能问我们自己 花了纳税人三百多亿 预算要买的疫苗 如今在哪里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